每个人被造都有他的独特性 使命性 及神要在他生命中所彰显的命定与意义 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独有的天赋 有效参与上帝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计划呢 2019年8月23至25日 在宾州的乐园镇 由基督使者协会所举办的卓越生命使命营 特别邀请到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 国际总主任冯永良牧师分享 学习如何留意父神每天的带领 分辨和选择侍奉他 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 就找到上帝创造他们的特点在哪里 上帝也给我们每一个他创造的人 都有他的长处 我希望能够看见每一个来参加的人 使用上帝给他们的长处 能投身在神国度那个使命当中 三天的赢会课程包含了 认识神的带领 发现天赋潜能的练习 及决定下半场人生使命等三部分 除了冯牧师的分享外 大会也设计了小组讨论 因大家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 借着彼此之间的互动 一起探讨 整理 消化课程内容 不仅可以达到生命影响生命 更是分享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奇妙工作 大家都以渴慕的心来学习 也开放自己的心一起分享 最大的领受就是听到我们需要安静 在神的面前去听神的声音 神真的是使用各种年龄层 各种不同背景的 给我也很大的鼓励 也很大的几率 弟兄姐妹今天彼此来 来古道 彼此来交通 彼此来学习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能够把弟兄姐妹都连接到一起 真的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我就觉得很温暖 冯牧师最后也分享了宣教信息 独以使命 遵主必成 勉励会众齐心为大使命努力 与主同行 完成大使命 为主得着福音未得之民 成为万民的祝福 勿集体秘 在闷声下 赏 Borow 冯昇 务会优渡